是有10个人报名的,3月22日 关注三月旅行团,三月旅行团已经有很多朋友给了钱 报名的了,但还未到成团 但现在我已经发觉那些机票是弹得很贵 当然我会继续宣传,不知怎样宣传好 我又想团多人一些,但现在机票已经贵了 我看过两天会不会便宜一些 仍然是那样东西,3月22日至26日 今次会下宜保,去天空之境 我们坐国泰或者马航,同级客机绝对不会坐廉航 我昨天就说到什么时候报名就会加价呢 但我真的很公道 我看见机票未加价,我仍然收回旧价 其实现在机票已经开始准备加价 不过我仍然收回旧价,因为我知道我订了太多机票 我知道过一两天之后它又会跌回 昨天如果我订机票是三千多元一张 我已经输了钱了,我就不订了 因为我差两个没订 我本身整成20个团友里面 我订了18个,两个没便宜的机票 我不订了 等了两天,它果然又跌回来 就立即订了那两个 请不吝点赞 是